近年来 中医药成为了不少城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如何用现代科学来解读流传千年的中药典籍 传统中药如何在数字化 智能化的技术赋能下实现创新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观察 最近在位于天津的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 科研团队正在利用高通量制备技术 提取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 深入探究中药的活性成分和作用机制 让传统中医药产业焕发新生机 加快培育新制生产力 近日 数字赋能大健康产业新制生产力 继第四届中医药国际发展大会在天津召开 会上 数字本草大模型对外发布 这款大模型同时集成古籍及翻译 中药相关的把肌烟通路信息 临床方案等 会上还发布了数字中药 现代中药的数字化发展白皮书 显示数字化已成为引领现代中医药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本药相关的新制生产力